看看新闻网 闻风而来的他们的粉丝们 哇 早早就来到现场等待 但是呢 有句话说得好 好事多磨 原本定在晚上八点钟的彩排 直到九点半才开始 看到粉丝们在逼近零度的夜晚 耐心等待自己 姗姗来迟的三个小妮子 非常愧疚 来看一下 我们飞机到了立刻就化妆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飞机搬机 就是有点那个delay 然后所以我们一到半 你就赶快快速迅速的妆法 然后我还充当我们化妆师的小助理 帮他递那些笔啊 递那些粉底啊什么 让大家等了很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很抱歉 还来不及喘口气 SHE三人就立马登上舞台进行彩排 为了让现场感更强 他们不仅提前自己戴好妆 还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 换上了跨年当晚会穿的 薄衫礼服裙灯台 就像这样 我本来酷吧 连酷吧都不想穿了 但是因为怕裙子太短 台下人看得不舒服 你刚才上的时候有很冷吗 还好 因为我很豪迈 我特别 很热情 对 竞舞一番 所以就暖了起来 说是说竞舞 可咱们怎么没见着你跳舞 光见着你甩头了呢 三个小妮子之所以如此用心的彩排 是因为今年在东方卫视的跨年 不仅是SHE在内地第一次与观众一起跨年 还与这百年难遇的好日子 一起跨越一生一世有关 为了让31号晚和他们一起度过 一三一四的观众享受到浪漫狂欢的气氛 SHE在选歌方面也是费尽心机 一生一世就是我们的友情 我们一站上台就是一生一世 对 而且这些歌曲呢 真的是可以唱一生一世的歌曲 让我们一起进入美丽新世界 爱真的爱是美丽新世界 我喜欢最新的感觉 我看见你会想想真实 这就是爱的奇妙 我们这次选的歌曲 就能够代表很代表的 爱谁选的歌 我们在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是一字头 我看见你会想想真实 这就是爱的奇妙 对 三字头 所以刚好 一三一四 你好厉害 还可以唱到四字 三 啊 学习的美丽 大家好 我们是SSHE 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边 想要知道首次参加内地跨年晚会的SSHE 会给观众带来多少好听的歌曲 关注12月31号晚东方卫视的跨年广欢夜吧 约了新天的SSHE 在东方卫视 陪你一生一世报道